中美博弈其中一个最大最显著的博弈 就是在贸易上 最初是中国基本上挨打 就是说有关商品断百亿断千亿 是征收的惩罚性关税 这个惩罚性关税几乎阻碍了中国的生产业制造业出口 也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接着到了特朗普临选举 就是在上年的九月份左右 中美有关贸易谈判取得成果 经过三十二轮谈判之后 结果留学代表了中国和美国签署了贸易谈判的协议 就是第一阶段的协议 协议内容可以这么说 是可以用丧权肉脚去形容 原因就是因为协议大部分都是中国要做 而不是美国要做 协议基础就是在2019年签署 是为期两年 在两年之内 中国需要在2017年的基准之下 即是说用2017年的贸易数据 是另外额外去买 向美国的机构买 美国生产的农产品和货品 是2000亿美元 这个就是在很多不同范畴的 包括在农业的方面 包括在工业方面 结果就是现在 没有一个实际数据公布 但一般估计在贸易协议里面 中国不是没有努力 中国也有努力的 譬如中国买很多的美国谷物 也因此拉高了波罗的海指数 拉高了航运的价格 甚至中国不惜爆买增加储备 连谷物都做一个粮食 都做一个战略性存仓 去将货品买回来 当然也考虑经济利益 早点买的话 可能价格是相对低的 中国可以有一个 在买卖的时候 可以谈到一个相对好的价钱 但总是这样 总是已经推到 国际航运价格不断暴升 总是这样也好 中国在过去两年 原来大概只是 但是达成了有美国协议里面 各个范畴的平均百分之六十五个分别 现在还有几个月 还有几个月才到期 但是到期前 现在还有三个月左右 到年底才到期 到年底 就算有批评也好 中国似乎都不会达到 就是美国协议本身要做的内容 美国对美国来说 它有几个选择的 它第一个可以说是毁坏了 中国撕毁了 毁坏了协议 就是为了它做不到协议里面的内容 但是这个很绝对的 但是另一方面 会不会美国将它摆成 在第二阶段谈判的基础上面 一个更加多的一个要求呢 又或者美国会不会因为这样 而因为有一个协议签了 可以对一些 就是在协议上面 办不到的事项的一个项目上面 它的项目很多的 是逐个项目看 在项目上面实施惩罚机制 包括关税 包括在很多各个层面上 可以禁运 可能是关税 可能追加之前关税之类的一些惩罚 戴琪在香港整天今晚 就会在美国的战略及国际行会发言 那个发言内容呢 都如先已经有些透露了 就会有关呢 就是戴琪在三月上任而到现在 他研究中国在实现这个是 谈判上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些内容 的一个就是成果 也都会铺排定 在未来第二阶段谈判上面呢 美国会采取什么的行动 和什么的方向 和什么的策略 都很明显 美国就会更加用301 如果是脱脱的人 经常听到的 其实301不是特朗普提出来的 这个贸易条例 本身301 超级301 去限制着某些国家的货品输入中国大陆 输入美国本土 就是征关税 相信美国就会用301法案 大幅地用301法案 是对中国现在在美国比较成功的贸易 进行一些压制 可能前些大家听到 301 超级301 特级301 疯狂301 很多字眼的了 相信戴琪在今天会公布 甚至乎这个有关301实施的一些贸易量 可能是用千亿美元做单位 即是中国未来可能面对一个处境 就是由中国出口去美国的货品 虽然美国现在印银子爆买了全球商品 但是同一时间中国的出口 可能因此而受到压制 而给了一些国家 包括印度、越南、菲律宾、印尼 一个发展机会 令到他们的制造业可以有机会 就是发展而取代了中国某个地方 某些制造业的一些生产的一个优势 原因就是中国生产成本 或者出口成本 就将会因为关税而提高了 有人在美国提出 现在特朗普升收的额外关税 其实最终由美国人自己承担 由美国人付钱 并不是美国政府额外收回来的关税 并不是来自中国的 不是来自中国的供应商 而是不在供应商上的利润里拿回来 而是在美国人的袋里拿回来 原因就是最终是美国人的钱给下去 戴琪呢 绝大机会在今天就会否认这个指控 这个其中一个呢 就是在美国 在民间或者政府之间 一个争论 就是究竟你再征收贸易税 是会伤害了美国人 还是帮了美国人 帮美国人的意思就是说 你增加额外关税 令到美国政府公共财政收回好了 对美国人是有好处 但是同一时间呢 有更加多人说 就是说你收到关税 结果就是美国人自己承担的 不是供应商比 也不是中国大陆比 不是贺运商比 而是美国人自己比 所以你增加的税收 其实变相加了美国人的税 这个对美国人是刺激作用的 本来是一个总统的转变 就是由特朗普转做拜登 其实这方面可以在政策上改动 但是第一看来拜登 是暂时仍然会遵守着 或者依存着特朗普建立来的一个形势 就算换成为代表戴琪 戴琪就不像拜登在一月里新的 戴琪是三月才被委任的 所以戴琪呢 拜登现在做了 或者布林肯已经做了九个月的 但是戴琪呢 只是做了六个月的 戴琪呢 极大机会在今天都会宣布 就会否认 就是美国加关税 对中国或者对欧洲甚至增加关税 是最终会由美国人承担一个开支 相信戴琪会否认 戴琪就是会否认 就是说有关关税会由美国人自己承担 第二个戴琪可能会强调 他更加会用世贸协议里面的原则 更加用301和超级301去对付包括中国的一个 就是对美国进行的傾销 就是说是补贴而出现的傾销 第三呢 就可能会强迫中国大陆 就履行第一阶段协议里面 未履行的成份 而第四呢 就会在跟着的第二阶段贸易谈判里面 美国会用什么态度 就相信美国会更加强硬地要求 甚至乎戴琪今天 可能会将一部分的一些商品 包括了晶片 就会看成一个策略性的商品 由谈判里面都会摆上 写上 就是究竟中国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甚至可能限制了 中国发展光刻机的技术 这些可能今天戴琪会华交代 所以这个对香港有什么影响呢 中国大陆如果好越不好 经济好越不好 出口越不好 出口转会成果越不好 是绝对影响到香港 因为香港事实上经济 依赖中国大陆的经济 依赖出口转口贸易 依赖大陆的一些经济成果 而香港很多公司 其实在上面是在做消费的 你就是许流山在上面开很多 你就算说很多的酒楼上面都有分点 如果中国经济不好 他们的生意都会受打击 结果都会影响到香港 所以香港人都要留意着 戴琪今晚呢 究竟在美国的贸易的政策上面 或者策略上面 究竟是有关税 结果就是由美国人自己承担 有关中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面的执行情况 有关第二阶段贸易协议里面 美国的一个谈判的策略和取向 又包括了美国会不会动用世贸 或者动用超级301或301法案 就是美国贸易法里面的301条例 那就去针对中国进行一个追踪 又或者现在剩下三个月时间 就在第一阶段的协议还可以实施 但是其实会不会这方面开始 就着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面 中国履行不到的一些内容 是最佳的惩罚呢 这个就是今晚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今晚来说有很大机会影响股市 究竟有什么股会升 有什么股会跌呢 例如 例如 想一想 波音最近跌得很厉害 原因就是波音其中一个竞争对手 就是中国的919 同一时间 中国919 就是中国919自己做的一个 就是类似737规模或者一行 或者是那个model的客机 是将要面世的 接着中国就好像拒绝了 波音的一个申请 包括波音服飞的申请 包括波音新的 拒绝一些国营机构 或者机构 向波音购买飞机 这个令到波音的股价大跌的 会不会 会不会 这个贸易谈判因为大奇说话 接着中国又要在波音客机有些让步 令到波音上升 这些会绝对影响到股票 所以大家看一看 浪费时间看一看 有关大奇的内容 绝对可能从中找到一些玄机的